佐西湘苦茶树目前进入采收季 不过农民也以为今年8月份才刚落成启用的 轮山苦茶油加工厂可以正式加入生产行列 为了整个厂区不仅闭门不开 相关设施也都没有办法使用 让农民很不了解 乡公所对此表示说 由于目前正在进行县政府办理拨用 以及规划委外作业 最快明年度就可以提供给农民来使用 佐西湘苦茶只成熟 现在进入采收季节 然而今年8月份 热闹落成启用的轮山苦茶油加工厂 整个园区杂草从声不说 大门深锁 苦茶树农不得其门而入相当不解 是因为这个计划当初是由 先政府向我们的 农民所申请的一个补助计划 所以当初的那个计划 就是先政府把这个计划 以给我们乡公所来执行 来去新建这样的一个加工厂 所以目前这个加工厂的产权 还是属于县政府的 所以我们现在跟县政府正在办理这个 拨用的一个程序 施资1800万元 披肩的轮山苦茶油加工厂 今年8月完工落成 农民原以为此刻产季 就可以加入生产之列 不料却闭门不开 相关设施设备也都无法派上用场 相公所也无奈表示 因为目前尚未完成产权一波 再加上也正定定后续为外经营条件作业 因此稍稍有些延误 那目前我们也在征选其他像是合作社 或者是农业一个发展的协会 就是关于农业发展生产的一些机构 就有意愿承接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公开的一个征选 希望说有一个真的有用心 可以在我们向推动这个 谷查有产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 来正式的来入主来经营 当然如果说取得一个经营权之后 对于我们乡农民的一个优惠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 那个农产的一个加工的提升 这个也都是在我们未来规划的一个契约里面 现阶段相公所也将优先解决产权一波 再者也正定定为外经营契约 公所秘书林万金经营部表示 若顺利的话 希望明年度就能够进入 为外招标经营阶段 让轮山苦茶油加工厂 能尽快提供给农民使用 记者石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